欢迎收看股神祥奇 我是芳莹 我是阿翔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先帮我们扫梅 频道的QR Code 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资讯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做询问 好的老师今天 大家都在讨论黑神话悟空被撩爆了 因为大家都是在说 那个族群全部都长起来 相关的族群 那是不是他真的可以救台股 还是他只是在炒作 一般来说 就是说市场上 有新闻出来的时候 那就负责炒新闻 有些人他就会负责这一块 那没新闻的时候 他就自己想办法去生一个新闻出来 那现阶段市场上缺乏力多 硬要扯到说 这个游戏能够救台股 基本上想当然了 我要告诉各位 短线题材 我们看看就好 要做可以 但是见好要收钱 详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好不好 那还是在节目开始之前 还是先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跟留言的网友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 是 相信在这一波过后呢 的确有淘汰了一些 不小心被市场上淘汰了一些 投资朋友 但是呢 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好朋友们 你们未来一定会成功的 好 方向对了 未来就会成功 好不好 那在今天呢 其实指数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盘中从涨快300点 最高涨291 到接近尾盘的时候 其实它最后面只剩下涨8点 是 然后是最后一笔 再把它拉上来 变成涨82点 是 那通常呢 最后一笔拉上来的 基本上背后就代表什么 多方没什么力 多方没什么力 所以呢今天涨82点 有一点 在做防守啦 我们比如说在做防守啦 那你基本上现在的格局 它你就先以区间的角度来看待 既然是区间的一个角度 你基本上要记得操作 不追高不追涨 见好收钱 拉回去买那种有价值的股票 后面你就会赚钱 因为我们做股票 本来就是要看未来嘛 对不对 是 来 其实在阿翔老师的LiAT当中 每天 如果你是才刚看节目的 那你就稍微听一下 如果长期看节目的都知道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盘中 给加入阿翔老师 LiAT的好朋友 及时的一个分析 是 像8月20号 我说这12点20分 量缩碰济线 操作不追高 多看少做 台积电鸿海等拉回再找机会 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天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指数 8月20号 就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发现 你在那个时候去追 如果就指数的角度来说 你这几天就等于是套牢了四个交易日 没错 那如果说你在那个时间点跑去追了台积电 也一样你套了四个交易日 你在那个时间跑去追了鸿海 你一样是套了四个交易日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记得 操作节奏很重要 不要看涨说涨 先搞懂整个大的格局 而不是每天看着 哇哪一些中小型的小型投机股又涨停了 然后就以为他们很强 你知道最近有好多的股票 都是冲上去一天之后 隔天就击杀 我们举一档最经典的例子 这叫做目前的股王 五二七四的信华 上个礼拜五还创新高 看起来很漂亮 对不对 连股王都给你这样搞 今天烧到了快铁铃 哇 连这么有资金部位在做的股票 都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背后代表什么 代表的就是说 它上面有压力 有赚钱它就想跑 对 很多人现在它呈现的心态 大部分都是有赚钱 它就想跑 那有赚钱就想跑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猴子怎么救台股 对不对 没错 这个逻辑你要先清楚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阿翔老师Lite每天都会在盘中 还在开盘的时候 就提供投资好朋友 一些我们的观点跟方向 如果说你在盘中失去了方向的好朋友 欢迎加入扫一下QR Code 这边 扫一下QR Code 加入阿翔老师Lite 好 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就是刚刚放出来的财经急诊室 已经有谈到这个 这个美国原准会的一个 鲍尔的一个看法 的确他已经有特别谈到 九月份降息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到了 因为他也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通膨问题逐渐控制了 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劳动市场 就是有关于美国经济的劳动就业的一个市场 已经开始出现明确降温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就跟我们之前跟各位报告的一样 一模一模一样样 什么意思 就是说之前就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 好像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应该是上上礼拜 对上上礼拜 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谈到 我说美国现在在讨论的 不是美国要不要降息 是 而是要降几码的问题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在8月22号 给各位看这张图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的利率的一个状况 在未来一年到明年9月份降到3.25% 嗯 从今年9月正式开始 到明年9月份降到3.25% 那当然未来会不会继续降得更低 现在还看过出来 但是我们就会持续去做观察 喜欢这种国际局势分析的好朋友 你就持续锁定阿翔老师的节目 那当然这个是8月22号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我今天抓的 26号 这是26号 因为这个日期我没有改到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基本上在这个 这边要谈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8月22号是 鲍尔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还没有讲话之前 因为他讲话的时间是8月23 他讲话之前 利率预测就是已经长这个样子 然后他讲话之后 到今天这个是8月26号 今天抓的最新的一个 美国FedWatch的一个利率的一个预估 几乎是没有改变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鲍尔这一次的谈话 早就被市场上预料之内 嗯 这边就得出第一个结论 你不能去期待美国9月的降息 能够9台股 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早在市场上预期之内 但是这边可以确定的第二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报告的 你最近这段时间两三个礼拜 你一直看到阿翔12a的 没错 我一直在讲说 跟保险相关的股票可以做啊 对不对 甚至在之前你看7月26号 我去非凡股序现场的时候 那时候星光都没有传出消息要被病耶 哇 对不对 那你说阿老师这个是运气好 对你可以说是运气好 想先布局 对不对 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这几天星光的涨 对 你会发现在7月26号那时候 这个其实早就已经先买好 也可以说是这个的确我们必须要承认 这个叫做运气好 这个叫运气好 那当然我们会来等一下会再来谈谈中信金 到底为什么要抢青星光金 等一下会来谈 好 那至少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大的方向对了 不管它中间什么震荡 你后面就是有办法赚钱 所以我常常讲你眼光要放远 你要看产业 你要看现在的筹码 看产业买的是未来 筹码是看现在能不能够买 所以呢你会发现 不管是富邦 你来看国泰好了 好 你会发现7月26号是这一天 对 那之前之后受到股债疫情 下去一下之后又上来 你会发现它感觉就是随时要往上冲 创新高 因为未来利率的降息的明确 越来越明确 而且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年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就很清楚 就像你看这个2915的润态全 对 对不对 先前冲高也是受到4000多点 那时候大盘跌4000多点的股债影响 杀下来 然后再往上冲 随时都要创今年的新高 而且阿翔老师也直接公开告诉各位 那时候杀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通知所有的会员 下去剪 因为你都很清楚知道 你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阿翔老师喜欢去找那个有价值的股票 在它被低估的时候下去剪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操作追高 因为每天都在看那个悟空 对不对 然后看到那个消息 然后就去追股票 我觉得这样子的操作 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安全 是 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因为阿翔老师有些客户在国外 嗯 有些是财商 有些在国外 那你这样子常常这样子杀进杀出 一般会员都受不了了 更何况是那种在国外的会员 对不对 人家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的事情是能够一波赚大 放长线钓大鱼 这样子就一来抓到一躺 压队了 直接就逆转胜 是 对不对 不然每天在拼那个便当很累啊 对 拼便当 然后常常在输牛排 对不对 当充赚便当钱嘛 嗯 所以呢 这个先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大方向对了 时间拉长来看 你就是我会赚钱 你会发现这个就是 稳定的赚钱的关键之一 所以呢 这是其中一个思考 所以呢 眼光放远 格局放大 我们拉回就是去抵接这个价值股 对来我们钓大鱼 好不好 好 要吃大鱼的我们按赞 OK 好 来 那不喜欢吃鱼的怎么办 你就吃牛排啊 又是吃牛排 又是吃牛排 不然吃吃王瓶嘛 还是卢斯葵 好 那我们进入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的时间 好 那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刚刚 方寅在问的 对 那当然我们先给各位几个思考 今天的确像什么技嘉 华确 华硕 微星 甚至什么青云 汉讯 随便乱吵一通 喔 青云 汉讯 基本上跟NVIDIA的显示卡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对不对 但是就随便乱吵一通 那也不能说乱吵了 就是说 有题材 那当然就会有有心人士 想要这个赚钱嘛 嗯 那身为我们 散户朋友的我们 我们就要去分清楚 就是说 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到底可以跟不可以跟 嗯 想跟 要怎么跟 是 就是我们从来不反对 炒作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 当然我们名义上不能这样讲 对 对不对 但是因为股票市场 你一定要记得 不炒股价就难涨 嗯 这是正确的心态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分出来 哎 到底这个题材 有没有办法带动未来实际的 业绩的一个成长 是 你先从第一个重点来看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这个游戏 中国大陆制的 是 我没有任何政治的色彩 那我本身自己 有蛮蛮常在玩游戏的 那你说中国制的一些游戏 我之前就买过 嗯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出来啊 就跟其他人一样哇 这样子 被一些媒体的一个网军 或者是消息的释放出来 然后就一股脑的冲军 想要玩啊 不会 但是呢 这边我们得出几个数据 第一个部分 哦 它的销量95%来自于中国大陆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 因为毕竟支持自己国内 国产 国产游戏 这也很正常啊 当然我们也乐见 中国的游戏 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 当然也更期待 台湾的游戏厂商 能够有这样子更好的表现嘛 是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有人就就讲说啊那个大雨啊 或者是一些台湾的游戏厂商啊 有没有办法跟上啊 然后跟着再吵 光这件事情 第一个 你说中国录制的游戏 然后要吵到台湾的游戏厂 我要告诉你 基本上 别想太多好不好 别想太多 那个资金 不是说制作的能力哦 嗯 是资金的水位 投资的金额差太多 没错 所以光这一点你就知道啊 那个真的是 风马牛不相关 是 硬要把牛头倒在马身上 那又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那报纸写说 微钢金顺十全 然后技嘉华说的很受惠 有人会因为这样子去换机 基本上我就直接讲啦 三零系列的显示卡 四零系列的显示卡 你真的要玩都够啦 那你除非是太旧的 你说要换 那当然你本来就应该换 不会因为这个而去换 或许有少部分的人 会因为想要玩这款游戏 而去换他们的一个PC的主机 嗯 但是绝大部分 来看这个太 太 机率上来说太低了 好不好 好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 你要关心显卡的重点 是在于 NVIDIA 现在9月份 到底要不要发表 五零系列新的CV新的显示卡吗 对 对不对 但是目前我就我要直接跟各位讲 以前往年显示卡 下一代显示卡要发表之前 差不多六月 早一点差不多三月份 就会陆续有消息传出来 三月份六月份 陆续都会有消息传出来 但是今年呢 还没有 几乎没有 对 几乎没有原因是什么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因为NVIDIA 红能星在AI那边赚太多了 哦 然后它的游戏的显示卡 当然它不会放弃这块市场 但是那个市场规模 天差地远 没错 大家现在台积电产能 有限被AI伺服器包包满了 嗯 那有必要 急着 发新的显示卡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五零系列的显示卡 怎么到现在好像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是原因啊 是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五零系列的显示卡 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它没有 四零九零都没有竞争对手了 你王恩勋干嘛 急着推下一代消费级的显示卡 嗯 先缓缓 四零九零没有任何对手啊 对 到现在AMD 它搞了显示卡 搞了两三年搞没起来啊 嗯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效能上没有办法追上 那你一个厂商 居于领先地位的厂商 它的产品 现在居于还 推出两年的 还是在领先的地位 对 你觉得它有必要急着推吗 好像可以不用 对啊 就算推出来也是象征性的 发表一下 嗯 量就很少 对 那量很少 我请问你这个怎么带动啊 嗯 没错 所以短线题材 健好就熟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进一步 应该要更要思考的事情是 不是那个 那只猴子到底怎么救台股 不是 不是 而是要去看这些AI的大厂 嗯 它投入了这两年 投入了这么多的这个AI伺服器的建制 是 百亿百亿的美金的在搞 那 他们下一步如何实现获利 这个才是应该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重点 嗯 对 所以我说不是去想猴子吧 不是 对吧 虽然阿翔是属猴啦 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嘛 所以应该想的事情是 下一步他们这些AI厂商如何实现获利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那当然你说像现在今天是8月26的嘛 是 是不是在下个礼拜陆续9月份 8月份的营收又在9月初陆续都要公布出来 没错 那8月28NVIDIA的财报也快要出来了 对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更关心的嘛 过两天啦 今天8月26 8月28公布营收财报嘛 对不对 NVIDIA的财报嘛 所以接下来陆续都是财报的一个公布的时间 那当然你就是有跌的时候 去要找那种有价值的股票下去减啊 嗯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发现这样子的做法比较稳 而且你也会比较安心 不然你看有些过去你这样的投机弄回弄去 结果一输就输很大 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有时候调整一下策略 反而你会安心睡得着觉 好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然后呢 再来啊 你知道这个大方向他们要如何实现获利 就是我们要去看AI它接下来怎么应用嘛 嗯 那医疗一定有嘛 金融陆续也都有了嘛 交通工具那当然也有嘛 但是你就要去观察他们接下来 陆续要如何把它导向 把AI导向中小企业 是 加速他们的生产 对不对 对 最好都不要有人了 生产都不要有人了 对很多话现在陆续都这样子啊 不然你看为什么有一些美国科技大厂都在裁员 为什么要裁员 不是生意不好呢 是因为他们要做A 把AI全自动化都交给AI了 嗯 所以有些能力都已经开始被取代 是 都已经开始 这个AI取代能力的事情 早就已经在发生 那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 我们当然就是要去看看哪些机会 机会就在这上面 好 特别有写出来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对 也是因为如此你看哦 当我们把眼光放远 嗯 你会发现阿晓老师我们在做股票 我们带会员部买股票 我们喜欢是先卡为先布局 没错 抢先布局 对抢先布局 你布局就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买的比较安心 因为你成本比人家还低 嗯 不然你每一次都看他涨冲上去 就急着追追到 涨5% 6% 7% 8%的时候追进去 哦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当你每一笔单都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就神经很紧张 对辛苦 对就很累啊 那不怕累也没有关系 那但是有时候你手脚又不够快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严格控制好你的纪律 嗯 那你隔天追上去 如果你像你上个礼拜五冲进去追信华 今天不是赔很大 对啊 那就是变成这样子像这种 尤其像这种盘哦 很多中小型个股一天涨一天底的时候 对不对 你再来看 不是有一天上个礼拜不是有一天 哇那个化工股 对化工股 特用化学好棒棒 每一个连线都在讲 哇 这样子不是很痛苦吗 是 追进去隔天套很大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你更应该要知道 好的股票有价值的 在低的时候 在拉回的时候下去减 是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 当初我们在买4958的真顶 也不是一买了之后就马上喷上去 不是哦 你看我们也买了一段时间 对 一小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时候126 然后126 7月1号 7月3号对不对 然后再早一点之前 6月中下旬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买真顶 嗯 你看到后面我们158 获利卖一半之后 149全部出清 对 对不对 对 就这个时间啊 你看买进去的时候 他也不是马上先上来嘛 对 这一段啊 其实更早 我们买了更早 我刚刚只是截那个什么 7月份的那个时间点出来 真顶其实我们买了还更早 会员朋友都知道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是我们所有会员朋友都在 都在做的一档股票嘛 我相信你看节目你也知道啊 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 发现我们买了一段时间 好他上去整理几天之后 有时候还在跌啊 嗯 对不对 但是你有价值的股票 有跌的时候下去捡 有而不对 时间拉长来看 就像我们在买那个论态拳 也是一样啊 对 大家在恐慌的时候下去捡 还现在也快要创新高了 哇 所以策略你要非常清楚 当你眼光放远 你就看懂一些股票 它现在只是在整理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操作 更安心 而且赚更多 没错 对不对 后来你也知道我们出在158 跟149嘛 对 出掉之后就摔下来啊 我节目上都有告诉你 然后你看像这个什么 永威投 永威投控也是一样啊 我们之前也事先先买好 56 54都有在买嘛 对 后来就7月12号 那时候我说盘不对劲要全出啊 对 你记不记得 3712 那时候我说正威集团我们全部跑 对 所以呢 我相信看节目的你都知道 刚好也是出来当当时候的 这一波的最高点 3712的一个永威投 6806的生威人也差不多同时间都出了 2392的正威也是一样 所以投资好朋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懂得眼光放远去看很多的股票在这个时间 在位阶低的时候可不可以买 嗯 你先卡位先布局 哦 你这样子有一个好处 你买的安心而且你买的够多 买的够多之后拉上去一波你会大赚 而且你还能够很安心的下车 是 为什么 因为很多投资人他往往做股票 他往往看涨上去之后才急着要去追他 嗯 那急着要去追他的时候变成稍微有一些震荡 他就不晓得到底要卖不要卖 对 然后有风险出来的时候也也也因为自己手上的股票 可能还小套 嗯 那算了不要卖捨不得 再撑几天 就在撑几天之后就崩盘了 哇 像之前那样子不是就这样吗 没错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操作的习惯 从你的根本到你会不会卖股票 最根本的源头就是你如果很喜欢 追股票的 我大部分我所看到的都是不太会卖股票的人 哦 因为它是一个根本的循环嘛 对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在进股票之前 他都会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很厉害 对不对 对 都大部分人会这样自己觉得啊 但是往往看错的时候又不舍得看 嗯 所以我说常常又这样子追股票的人 通常都不太会卖股票 不是这样子吗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在卖股票的时候 你看我的LINE的 7月12号告诉你要提高现金比重 7月17号 那中间全部都是告诉你提高现金比重 7月17号还告诉你那这样又多 你要保留现金在手上的买点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节目上面逻辑都已知 但是这个时间点你好好想一想 那是不是当然有价值股票再提一句就好 嗯 好 剩下一些时间 很多好朋友最近关心到了星光金 没错 甚至有一些这个有加入LINE的好朋友 在LINE上面问我说星光金可不可以去追 投资朋友你又犯了同样的毛病了 对 才刚说完 看涨就想要去追他 想要赚那一点点的价差 因为毕竟人家中国信托 说要用14块以内去买他嘛 他现在13块多好像有一点点空间 为了几毛钱有必要吗 你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对 而且人家你看喔 中国信托到底为什么要抢星光金 事实上之前早就在就在进行 那台星星为什么急着 趕快宣布他要并购回来 那个两兄弟本来就 人家家务事我们就不多谈了 对不对 为什么急着要先并购下来 为什么 要变低迷 他要 逐那个被并购的防火墙 对 但是是因为 为什么要忽然要 防火墙要建立起来 原因是什么 因为要增加人家外面 要恶意并购的一个难度嘛 喔 所以事实上台星金要并中心金 合并之前 你看中国信托早就在进行的 所以后面台星金才急急忙忙的 赶快两个兄弟要谈并购 合并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现在问题是 你说到底讲落谁家 如果我们用正常的角度来说 我告诉你 基本上应该是中国信托 但是这要正常的角度 我所谓正常的角度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在公平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之下 它的持股比重是比较高的 中国信托整个股东的股份 整体看下来 后面它会比较高 是 但是这个叫正常公平的机制之下 但是中间卡了一个谁 主管单位啊 对 懂吗 所以这个主管单位 就变得是政治上的角力 那中信金为什么一直要买 我这边有写嘛 富邦金现在第一名嘛 市值第一名 国泰金市值第二名 这两个都有受险 对不对 星光金也有受险 排阳老三的是中信金 市值第三名 那现在他假设他真的吃下来 不就坐山望恶吗 这个叫做战略价值 所以我们做股票本来就是要看未来 你看人家银行金控 经营公司也是看未来 所以这就是阿翔是常常在节目上面 跟各位分享 我们带会员朋友说买的股票 不是一档股票而已 买的是这家公司 就是因为我们要看它的价值 是 所以呢最后结论的一个尾声 所以你看 你要看的不就是未来AI 他们下一步如何实现获利吗 是 眼光放眼就能够真正赚钱 最后跟各位分享 这句话胡适说的 胡适啊 这个文学家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好不好 想要丰收 先定好你的战略 我的战略已经定好 你呢 好了 凡事早点规划 事就会发生 别忘了订阅 喜欢节目的欢迎按个赞 谢谢 好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也不要忘记加入老师的Line App 以及订阅老师的各种频道 那我们股线长期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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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仙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8 1